好在这一边呢 我们看这一题 它是叫我们用 elimination method来做这一题 然后在这一边呢 我先用计算机来检查答案 我mode 然后去到第十个equation 然后第一个 simultaneous equation 3 unknown 然后这边 1等于-3等于2等于-11等于 然后3等于1等于4等于 4等于5等于-5等于8等于-18等于 so它会告诉我 infinite solution infinite solution是什么东西呢 它有很多种可能性的答案 ok 其实这一个infinite solution 跟no solution这种东西呢 我们在form1的时候有学过 好我们在form1的时候呢 我们to unknown的 我用to unknown的来讲解 它概念会比较容易 首先我在这一边 我有x加y等于5的时候 我的x减y呢 会是等于3 so我在这一边 我的计算机我按 这一个equation 这一个equation simultaneous to unknown 然后1x然后1y等于5 然后1x减1y等于3的时候 我拿到的是4跟1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这个我拿到x等于4 然后1y等于1的时候呢 它是属于unique solution 这一个是unique solution 唯一的一个 然后这种unique solution呢 我们用那个graph来画的情况之下 用desmode graphical 我们在做这种simultaneous equation的时候 我们有三种方法 一个是加减消源法 elimination method 一个是代入消源法 substitution method 还有一个是graphical method 就是想我们把graph画出来 它交界的地方 所以在这一边 我的这一个呢 它是属于那个x加y等于5 这个是它的equation 然后我们还有x减y等于3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它交界的地方是4一 OK 在这一边 我们拿到的交界的地方是4一 所以for这一个呢 它就是属于unique solution 就是说它只有一个地方交界到 所以这一个是属于unique solution OK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 这一个是属于那个unique solution 它只有一个answer 它只有一个answer 这个叫做unique solution 好 接着呢 在这一边的时候啦 如果啦 我刚刚这一边 我的x加y等于5的时候 我另一个equation是2x加2y等于10 很明显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是乘2 它是它的两倍 所以它这两个都是同样的东西来的 so你看我在我的计算机 这一边的时候 1x加1y等于5的时候 2x加2y等于10的时候 计算机给我unique solution 它有无限多个答案 为什么它会无限多个答案呢 因为我们这边 x加2y等于5的时候 我这一个是2x加2y等于10 你可以看到它是重叠的 它这两条都是一样的东西来的 它只有一条线面了 so它都是同样的一个东西来的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们如果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这一个是equation1 然后这个是equation2 然后我的equation2来除2的时候 我就有x加y等于5 这个变成equation3 然后这个时候 如果我拿我的equation1来减 equation3的时候 x-x0 y-y0 然后5-50 0等于0 我拿到0等于0的时候 它就是infinite many solution 它有无限多个solution 所以这一题呢 我这一个infinite solution 我等一下会拿到0等于0 这样的东西 然后其中一个equation 是另外一个equation的两倍 然后就是说 它们在这个graph里面呢 它其实是重叠的 我在这一边50也可以 05也可以 任何一个都在这一边 这一条线的都可以是它的solution 所以它有无限多个解 infinite many solution 好来 接着我们还有第三种可能性 我的x加y等于5的时候 另外一个它讲x加y等于6 x加y都是这样的东西嘛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的这个 我的这个1加 1x加1y等于5 然后1x加1y等于6的时候 我拿到的是no solution 它直接告诉我no solution so我拿我的equation1来减equation2的时候 x-x0 y-y0 然后5-6的时候 减1 0都不等于减1啊 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就是no solution ok 然后我们在那个graph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这个x加5等于那一个 x加y等于5的时候 然后我还有x加y等于6 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是两条平行线 所以它们是什么paralleline来的 ok 它们是平行的 它们是数学界里面的那个浪漫悲催的爱情故事 它们的方向一样 然后做法一样 可是它们是永远不会见面的 parallel的吗 paralleline我们在form3 chapter9的那个straight line那一边 form3 chapter9 然后那个y等于mx加c的部分 它们是属于parallel的me等于m2 ok 然后上面这一个它是完完全全一样 方法一样 然后方向一样 然后这个是大圆满结局 我们从头到尾白头偕老一起死的那种 我们同一天出生同一天死的那种 从头到尾都在一起 什么吃饭一起睡觉一起 八边也一起这样 ok so这一个的是它开始不一样 可是它们走的方向是一样的时候 它是永远不会将界的 然后第一个的是它就 方向不一样 然后它不是parallel 然后它们就在某一个地方的时候 哇相遇了 哇一见钟情 然后过后分到扬镳 在这一边我们就有看到这个是unique solution 这个是infinite many solution 然后这个是no solution so我们看e的这一题 我们计算机按到它是infinite many solution的时候 这个是equation1 equation2 equation3 给我处理 我会用x或者是y 但是最后我会选择x 选择y 为什么我会选择y呢 因为我看到这个是加这个减减另外两个是减 所以它就会变成different sign ok so我们有different sign的情况之下 我们用的是加 ok 记得different sign用加 same sign用减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要把我的equation2乘3 ok 我的equation2乘3 还有我的equation2乘5 ok 我的equation2乘3的时候 他会变成9x加3y加12z等于12 乘5的时候15x加5y加20z等于20 这个变成equation4 这个变成equation5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做的事情是 你可以看到这个是减3y 这个是加3y 然后这个是减5z 然后这个是加5z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 我可以拿equation1加equation4 然后x加9x10x 12加2的情况之下是14z 然后12加减11的话 它是1 然后这一边我的equation3加equation5的时候 这个加这个它会变成20x 5y加减5y没有 然后加28z等于2 ok 好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看到这个全部都是2的倍数 我除了10x加14z 然后等于1 你看这个跟这个1一样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这个是equation6 然后这个是equation7 我拿equation6来减equation7的时候 0等于0 所以它是infinite many solution ok 然后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 这两个equation 其实是一模一样 它其实是一模一样 只是这个是它的两倍 然后我在除2的时候 它变成一样 一模一样 所以infinite many solution的时候 它其实会有两个equation 或三个equation 是一个是另外一个的倍数 这样 然后我们可以直接减掉等于 ok 好 接着我们看G的这一题 G的这一题 如果我们用计算机来按的话 它mode equation simultaneous equation 3 unknown 3 减2 4 1 1 1 2 3 2 2 3 6 8 6 我拿到的是no solution ok 嗯 在这一边我们要处理 也不过我还是喜欢用y 虽然讲x也是可以 但是y它加减减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它是equation1 equation2 equation3 我拿equation2来乘2 还有equation2来乘3 所以它就会变成了2x加2y-4z等于6 然后乘3的时候是3x加3y-6z等于9 这个是equation4 equation5 然后接着在这一边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2y加2y 然后-3z加3z so我们就可以知道它是different size的情况之下我们用加 所以在这一边我就拿我的equation4加equation1 所以就5x 2y加减2y没有4z加减2z没有 然后这一边就6加17 然后这个会是5x 没有z 然后这个等于17 这个equation6 这个是equation7 然后你来到这一边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奇怪的5x等于7 5x等于17 ok 你solve它的话x等于7.5x等于17.5 不要做这样的事情 你直接拿equation7来减equation6 5x-5x0 17-7 10 0等于10 所以0等于10 我们一有0等于0 infinite many solution 0等于10 0等于1 0等于别的号码的时候 no solution 就直接这样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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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